HELLO 我是LuckyLucky 今次講一講白人對戰新的杯賽 月獨杯怎打今期的 先講回報酬方面 今期報酬900分是五顆紅幣 五顆紅幣換算花黑幣一顆 都算是不過不失 畢竟One Piece黑幣寵雷你還是得換的目前 好先介紹一下這個杯賽 特殊規則是沒有天降的 首先兩邊是沒有天降的加上沒有心珠 並且是燒珠Bonus轉橫牌兼且貫通無效兩種 看回這裡每一位 又閱讀到皇傳神伊赤拿尾 伊赤拿Gate和天照 全部都有貫通兼橫牌五色 所以變相是橫牌兼貫通向 但留意貫通方面 只轉光或者暗貫通就夠了 火水木貫通是不需要的 要橫牌五色也可以 貫通就只是光劍暗了 畢竟整隊是以光暗火力來做輸出 意味著火水木是沒有力的 然後再講一講隊伍方面的編成 固定添傷隊長的閱讀 隊長記留意是必須轉光暗才有力的 畢竟是光暗同時才有10倍 光暗的9顆就1.5倍 所以轉的時候最基本一定要有光暗 假如沒有的話是要開技的 技能方面是怎樣呢? 首先閱讀是5CD的光暗生成33顆 就是各3顆 然後暗的拿尾是5CD6顆暗生成的 隨機 光拿尾都是5CD生成6顆 光的 而拿機就是洗版技 天照就是搞事搞屎棍技 是減1-3名的手指 OK 而今次技能是幾常開的 至於技能點開打法如何轉發如何呢? 現在馬上介紹一次了 GoGo 好入場之後版面都有珠 光暗珠有回1吋就夠了 假如沒有的話是直接開閱讀技 好3 2 1 開波 好 第一關馬上轉回橫牌先 基本上是全部橫牌為主 橫牌有那麼多轉那麼多 combo是不用管的 畢竟橫牌才有力 好橫牌之下輕鬆搞定 而第二關發現是沒有暗珠 不要緊 快再開閱讀技 對了這些時候不用想 直接開技 轉回光暗珠一定要的 這樣吧 畢竟光暗加起來才有力 在光橫牌之下光屬都不用怕 但是第三關不同了 第三關今次抽光就用回暗橫牌了 假如抽光兼沒有暗橫牌的話 個人建議開閱讀技 不是的話是光橫牌有機會免不到光的 有機會了 所以個人建議開技 而第四關是必定轉捐通的 因為這一關是極口血 今次抽光的太陽神就秒開藍尾先暗的 版面在大量暗珠之下 這一關就必不秒了可以 剛剛好橫牌兼貫通是靚度住一住 順便可以拼一拼最大火力 因為暗數方面是高攻一點 變相拼回分數是容易拼一些 而去到Boss武技不要緊 是會加速的 這一次是光開藍尾 劍雙月毒 開完之後版面必定的帥 貫通雙貫通 光劍暗貫通 劍暗橫牌 這個火力之下 輕鬆搞定 時間方面剩下90秒 各位觀眾剩下90秒 轉法簡單時間夠快 所以今次杯賽是相對舒服的 好轉給分數方面看回先 145,000分 combo方面沒有我份 傷害我的 最後小豬不說我事 都驚險地贏回第一名 畢竟90秒完場分數會高一點 好,最後試一次轉法 因為今次個人認為是多好技 首先也是 雙橫牌 全橫牌 基本上全關全橫牌兼全combo 那就OK combo是不用搏的 搏回橫牌就算了 好,第二關 版面是舊光暗珠不用開技 直接去就OK 但先說這一關是必須有一串橫牌 光或者暗一串橫牌 或者 就沒有傷黑那些 而第三關是建傷黑 即今次打光用暗橫牌是穩陣些 假如沒有暗橫牌是有機會滅不到的 個人是試過的 所以假如害怕的話是開越毒技能 而第四關必定轉貫通 抽光的話開回暗先 暗的藍尾 然後轉回暗貫通就穩陣可以秒的 那OK,暗貫通兼光環牌 這個火力就不擔心 但Mixman火力未有 能給BOSS加油了 今次都是抽回夜靜龍都是光的 有機會抽暗的 暗要開光藍尾 光是開回暗藍尾 兼雙月毒 那版面是最帥仔 在版面那麼帥仔之下 環牌兼暗串燒 這個火力都是Mixman火力 一定可以秒的 時間方面都是剩下90秒 即是這一關打完之後 黑黑眼 新的懶腰都OK的 好分數方面今次如無以外差不多 14萬分 Bonus不關我事 傷害我的 少主不關我事 都成功拿到第一名了 所以個人認為今次的BOSS是不難轉 因為可以極快KO 只要你不想Combo的Bonus分和少主的Bonus分 可以平均80秒至90秒一場 所以難打就不難打 只要看準開技時間 即是留意版面的主角不夠環牌 有不夠貫通 有意識兼有開技的話 可以全層秒極快打完這一關 所以假如未打的朋友都不妨試一試這個打法 個人認為是幾易拿高分的 好,那今次影片就到這裡 最後影片的希望給like和訂閱我 好啦,我們等下影片再見,掰掰